男子偶然捡到两本古遗书 本以为是没人要的垃圾 但没想到却意外救了自己的父亲 专家看后直言知识本国宝 想要自己收藏 古书究竟适合来历 里面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神秘内容 为什么会被说是国宝呢 事情发生在湖南长沙宁乡市 这天老李在下班回家录着 路过一个收费品的三轮车时 被车兜里的两本古书狠狠地吸引住了 老李平时也没什么别的爱好 也就喜欢翻翻书看看报 如今见两本看起来有些年头的古书 要被荡城垃圾给扔掉 顿时感觉非常不舍 于是他便拿起书翻了起来 看过之后才惊喜地发现 这居然还是两本古遗书 心想着与其被荡城垃圾回收 还不如让他带回家 没事的时候研究研究 也总比被荡城废品好 于是他便拿了几块钱 把这两本书从老板手里给买了下来 然而等他把书拿回家仔细研读的时候 却发现书上写的全是古文 而且有好多词他还不认识 就算是有认识的词 连起来的句子也是晦涩难懂 老李只知道这两本书 一本叫《一松必读》 另一本叫《惊艳猴可死真情》 眼看自己读不懂 他随手翻起下后 便把书放了下来 一眨眼多年过去 此时也逐渐被老李抛之脑后 可突然有天他父亲嗓子出了问题 最开始只是情威咳嗽 并没引起家人重视 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作语 症状不仅没有缓解 甚至开始变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老李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带着父亲到省区的各大医院到处跑 然而各地的医生都看了 钱没少花 父亲的病却是依旧没有好转 此时老李忽然想起 前些年捡回来的两本书中 有一本叫做《惊艳猴可死真情》 这名字一听就是治咽喉问题的 于是他在家里翻了老半天 又重新将这两本书给翻了出来 只不过这么多年过去 他重新将书翻开的时候 依旧还是跟看天书一样 书上写的全是文言论 老李反复研读了好几遍 却是一个药方都没整明白 见状老李也不敢随便用药 自己还是一个不懂行的 必须要找一个懂行的给他讲解一下 幸好他认识一个爱专研医书的王医生 并且现在已经退休了大把的贡献时间 然而当老王看到老李带来的医书后 也是皱起了眉头 他也不太看得明白这书中内容 不过王医生毕竟是从医多年 也略微看懂了一些书里的小故事 也就是病例 男子偶然捡到两本古医书 本以为是没人要的垃圾 但没想到却意外救了自己的父亲 专家看后直言知识本国宝 想要自己收藏 古书究竟适合来历 里面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神秘内容 为什么会被说是国宝呢 老李因为看不懂书中内容 便拿着书让王医生看 然而王医生看后 也只是略懂一二 王医生惊讶地发现 书中记载的病例不少都是侯爷 王爷学识大学是这样身份的病例 但是书中的其他内容 王医生理解起来 还真的是力不从心 不过他建议老李 去湖南省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因为那里有他一个熟人萧教授 他应该能看得懂 于是老李只好带着这两本医书 来找了萧教授 还真别说 教授真不愧是教授 萧教授接过老李送来的书 仔细研读后发现 书中竟然把喉咙的72证 全部记录下来了 同时这里面还记录了上百个药方 甚至有不少方子 我们至今还在沿用 这本经验侯可此珍惜 可以说有着重要的实用价值和研究价值 并且最重要的是 萧教授告诉老李 这书里的确有记载治疗他父亲的药方 直至此时 老李一直紧绷了心 才终于有些缓和 至少这一趟没白跑 紧接着 萧医生又被劳理 讲起了医松必读来历的民间故事 相传在明末清初 一个名叫李东直的年轻人 他的母亲突然有一天得了怪病 连续多天滴水未经 这时年轻人想到 他在京城做太医的大哥 于是立即收拾行李 拉着老母亲前往京城 然而这大儿子给母亲一把脉 却发现他的母亲已经命不就义 告诉弟弟赶紧起程 回家给母亲准备后日去 他则需要先去告假 等上头允许之后就立即赶上 弟弟自然是相信哥哥的话 但心中却仍存不舍 求着哥哥至少开一张药方 总比什么都不干强 大哥拗不过地理 就只好写下来一张方子 这药方上写道 仙人顶中水 二龙沐浴堂 无极双子弹 状元定心中 这听起来算是什么药方啊 就像是糊弄人的一样 并且还说道 非而不孝 实乃而不才 母亲所患奇奇 非人力可为 虽有药质 却事先难选 意思是这病不是老大不治 而是他知道怎么治 但治病的药材事先难选 小儿子无奈只好带着老母亲回了家 男子偶然捡到两本古遗书 本以为是没人要的垃圾 但没想到却意外救了自己的父亲 专家讲出了关于医松毕 这本书来历的民间传说 在明末庆祝里中 只母亲突然得病 便带着母亲去找宫里当太医的大哥 却得知这病虽能治 但药材确实事先难选 无奈只得带着大哥 卸下的药方和母亲先回家 这大哥也跑去请假 准备回家奔丧 然而等着大哥回到家后 却发现 本来奄奄一息的母亲 竟然精神备好 能跑能跳的 大哥健壮也是萌了 于是问小弟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小弟逮到大哥 立刻就是劈头盖脸一顿骂 你这医术到底是怎么进的太医院 不行就别待在宫里了 咱老娘回来要都没吃自己就好了 你却说老娘要不行了 到底是和居心 这大儿子也蒙了 安抚好弟弟的情绪后 让他把回来后发生的事 一件不落的全想出来 这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小儿子带着母亲回家的路上 母亲半路突然渴得不行 可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于是他只好独自到山里找水 没想到找了半天 他只在一个人头湖里 发现了一些凉水 可这水谁能喝得下去啊 但小儿子左思又想 半天了才找到这么点水 母亲已经要不行了 就不要再避讳这些 于是伸手就要取水 而他刚碰到头骨时 里面竟然窜出两条小蛇 这小儿子也没顾得上那么多 把水端给母亲喝下后 便继续赶路了 等到了晚上 他们就找了一户人家借宿 没成想这户人家 当天淡下了个大胖小子 按当地习俗家里 生了儿子药吃定心粥 见老人身体虚弱 这户人家也给借宿母子端了一满 并且还专门给他周里 倒了鸡蛋 谁知道这颗鸡蛋 竟然还是个双黄蛋 老母亲喝下以后休息一满 第二天到家 就变得生龙脱虎 大儿子这次明白 他们这是阴差阳错的 把药方上的药材凑齐 没想到这么离谱的药方 竟真的能成 太医也是喜出望外 从此他潜心钻研医术 想破解药方的秘密 后来太医蒙冤被格 落难后得到一个状元的救济 得知这个状元 竟是当年母亲借宿那家人生下的儿子 于是他便把自己凝聚一生 编撰而成了医松毕 交给了状元发扬光大 而这个太医的名字 就是明目清除著名医师李中子 并且他一生所编撰的医学著作 共集二十多本 但是这个故事只是一个民间传说 太医开的偏方 甚至都不算是中医药的范畴了 不过这两本书 的确是货真价实的故医书 并且萧教授还表示 这书放在老李那里一文不值 但是在他这里 却能发挥更大的用处 看老李能要多少 他有一想收藏着两本古书 对此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评论区积极留言 记得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